OK那我們現在進行這個SR400SR500的乾式油底殼的安裝 那我已經給它稍微的用150號砂紙拋光過了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算不錯 把它裝上去吧 那裝上去之前其實這邊會有一個機油的Strainer 就是一個濾網 那墊片也要重新換 但因為這個目前並沒有要把它發動的打算 所以這些就先把它裝上去就好 那這邊的尺寸是M6的螺絲一樣 跟把兩邊合起來的螺絲尺寸是一樣的 那長度呢是20mm 所以是比較短的螺絲 那至於螺絲要用什麼材質 我覺得是各位可以自己去決定 像我這邊是用白鐵 但其實在原廠的使用範圍或使用規範上 他們使用的並不是白鐵螺絲 那這邊我不確定是因為成本的考量 還是有它的材料可學在裡面 有些人說白鐵它的熱帳的耐受度是沒有 黑碳鋼來的高 所以車廠才不會用白鐵螺絲當作 就是材料 當作螺絲的材料啦應該這樣說 只會在一些裝飾的配件上使用白鐵 但台灣人很喜歡北鐵螺 所以很喜歡把全車螺絲都換成北鐵螺 那這個有時候不一定是好事啦 那反正我們這個是展示用的 我們就讓大家看一下 裝好的樣子 簡簡單單 那這邊這一顆呢 是它的其中之一顆卸油螺絲 一個在車架上 一個在這裡 17號的 對 卸油螺絲 這邊是車頭 這邊是後面 17號